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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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镜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镜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镜明镜 的开局之年也是改革开放 40周年新的时代 已经在我们面前展开 在今年的两会上委员们也带来了 不少提案 改革开放40年 比较代表性的 作品 或者是代表性的成就 深圳是一个 实际下面也是 我的建议就支持医院的新兴化建设 就这次做的提案 今后的话我们一定要 把集成电路产业 芯片的一些高端技术 要掌握在自己手里 这也是我们 也是想为厦门 为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 做一个贡献 今天上午 厦门市政协港澳台委员 及特邀人士 开展会前市场 位于厦门市路江道一侧的 桥匹文化广场 曾是华侨银行旧址 在立面改造中 融合了厦门的历史文化 与现代城市风格 在云当湖畔 秀美的绿色园林 与充满文化底蕴的 书院相应城区 在关键社区 开放多元包容的 社区文化 使这一国际社区 成为许多外籍人士 安居的新家园 委员们对厦门 在城市更新改造过程中 注重保留传统 增加文化元素 使老城区 焕发出勃勃生计的做法 给予了肯定 大家建议 在市中心多建设 既能休闲 又能学习知识的文化空间 厦门市政协副主席 将暑假参加视察 今天2018 敬发厦门马拉松赛的 配套活动 第二届 中国马拉松博览会 在厦门会展中心开幕 上午 中国田径协会 授予厦门市 马拉松城市称号 对厦门马拉松事业发展 给予了充分肯定 中国马拉松博览会 是目前国内最大的 马拉松专业展会 第二届博览会 展览面积 两万六千平方米 除赛事组委会 运营商 服务商三大展区外 还增设国际赛事 越野赛事 跑步旅游等展区 吸引145家展商参展 期间还将举办 马拉松产业高峰论坛 中国田径协会主席 段士杰 副市长国贵荣 出席开幕式 上午 厦门马拉松赛 还与布达佩斯 马拉松赛达成合作协议 下面休息一下 回来以后继续看新闻 台湾地区 新版所谓公投法 5号开始实施 台学者直言 蔡英文此举事 自取灭亡 马英九在台北演讲表示 两岸关系 与久而共识 相合则旺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为你 进行直播的 两岸新新闻 下面有关注 台湾地区选务主管机构 3号公布了 所谓的公投法修正后的条文 5号起开始实施 岛内舆论是一片哗然 有台湾的学者直言 蔡英文此举是自取灭亡 而台湾网友则要求解散民进党 罢免蔡英文 台湾地区选务主管机构表示 如果以201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 选举人总数 1878万2991人计算 公投的提案门槛为1879人 联署门槛为28万1745人 且有效同意票达投票权人总额 四分之一以上者即位通过 此前台湾所谓的公投法修正案三读通过后 蔡英文随即发文称 这是一个历史时刻 民进党团总召科建明称 感动之情难以言喻 独派一片狂欢 而岛内舆论则对蔡英文骂声一片 台湾网友们直言 解散民进党 罢免蔡英文消灭台独 台湾学者黄创夏今天发表长文 强调蔡英文此举根本就是自取灭亡 他称蔡当局以四分之一名义 就可以凌驾全台湾民众毫无承担 只想操弄民粹与魅俗 蔡英文已经打开了所谓公投法的潘朵拉盒子 北京联合大学台研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 朱松岭在受访时表示 岛内一些独派团体在两岸议题方面 打擦边球的机会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很可能会触及到两岸底线 厦门卫视驻台记者综合报道 台湾地区所谓公投法日前修整通过 所谓公投门槛是大幅的降低 台湾各派政治势力是竞相表态提案 在3号的上午 台湾孙文学校推举行记者会 推动所谓退休年金信赖保护公投 意在捍卫契约价值 我砍了你很多薪水 然后不断地羞辱你 在作战的时候 你会奋勇报道 含笑牺牲吗 失去契约精神的台湾 必将是个互不信任的台湾 这绝对不是军公教人员的事 蔡英文当局推动军公教年金改革 引发外界反弹 台湾兰英团体 孙文学校结合台湾公务人员协会 台湾退休警察人员总会等团体 今天宣布将推动所谓的 退休年金信赖保护公投 希望能结合今年底台湾县市长选举 一并投票 孙文家就是孙文学校为主体 然后再加上各个相关的团体 像刚刚您看到的军公教 警销 我们都会邀请来 第一步 我们邀请完以后 我们就成立一个决策小组 然后把他公图的题目 给他理定 去更精确一点 把他弄好以后 然后我们就开始慢慢慢慢开始连署 张亚中表示 退休年金信赖保护公投 是为了重建契约的价值 希望用民众的直接参与 对抗蔡当局 不公不义不法的政策 后续 孙文学校还会推出 多个涉及价值理念的所谓公投 你自己都可以放弃 信赖保护原则 你自己都可以 硕及既往的 不顾契约关系的 任意的 去修改契约的内容 去删减军公教的退休权益 你还有什么可以被信赖的 一个立足点呢 夏蒙卫视驻台记者 林振明采访报道 台湾社会是以茫然和愤怒的心情 告别了纷乱吵闹的 2017年迎来了2018 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 九二共识 并下修所谓的公投法门槛 这会对两岸的关系 造成怎样的影响呢 各方观点 请颜岳为我处理一下 颜岳 好的张涛 两岸同胞是打断骨头 连着筋的兄弟 两岸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优势互补 互相提升 才有利于两岸的人民 人民日报海外版的官方网站 海外网就发表了评论文章提到 蔡英文上台之后 不仅始终不承认九二共识 还在岛内搞去中国化 降低公投的门槛 强推所谓的促转条例 甚至于侦办新党青年军 打压促统力量 那么一年多来 在民进党狭隘的对抗思维之下 两岸关系是越来越冷 2017年底 岛内的各种民调是密集的出炉 将调查结果和目前岛内的 政治局势相结合 很明显可以看出 蔡英文已经陷入了危机当中 对此四川省的台湾研究中心 李东海表示 蔡英文拒不承认九二共识 又不明确一中原则 妄图通过一系列 或明或暗的切相长方式 达成远景台独的图谋 这明显不会被两岸中华儿女接受 也不可能得逞 再来看 香港中民社也发表了快评指出 自民进党去年重新上台的那一刻起 两岸关系就进入了 反独剧统的新阶段 不过呀 绿色恐怖是挡不住统一的剧论 台独之路走到尽头就是统一 那么谋独者应该要实时记住这些话 2018年也是台湾的选举年 民进党在执政失败的压力 与焦躁感 促动之下很可能会出现涉及统独的所谓公投体案热 那么对此台湾旺报就发文提醒 民进党绝不能以所谓的直接民意制上 没由来放任涉毒公投群魔乱物 否则将会成为两岸冲突最危险的导火线 危害台海的稳定 以上就是我了解的情况 再把时间交给张涛 好的 非常感谢演员的情形梳理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 三号在台北演讲的时候表示说 两岸关系想要回温的唯一办法 就是回到九儿共识之下 三号 马英九来到台湾东吴大学演讲 与学生们说明九儿共识的来龙去脉 全场座位爆满 马英九在演讲中强调 台湾方面如果想要修复当前的两岸关系 九儿共识是关键 马英九表示 2008年他上任后 在九儿共识下 两岸关系取得诸多进展 两岸两会签署多项协议 两岸领导人实现了历史性会面 反观2016年民进党上台以来 不愿承认九儿共识 致使产业发展受损 观光业损失惨重 马英九呼吁蔡英文做出改变 使两岸关系重回正常发展轨道 我觉得他要在这上面做一些改变 应该没有那么困难 而且做的结果呢 对台湾是有利的 被问及大陆面向台湾招聘人才一事 马英九表示 大陆愿意提供给台湾年轻人机会 帮台湾解决失业问题 带动台湾薪资水平 这样不是很好吗 他高兴都来不及 马英九建议青年学生 有机会可以到大陆去看看 项目卫视驻台记者 廖元台北综合报道 这两天台北最繁华的新闻厅商圈的一处大型广告荧幕 播出了一段15秒的央视节目宣传片 片尾出现2018信中国的字样 引起了台湾舆论的关注 信中国是央视最新制作的大型人文艺术节目 节目组从近百年来2000封感人的信件中 挑选出50封左右的信 以信为载体传达信仰信念自信的内容 节目透过两岸知名的艺术家和艺人读信 并穿插讲述这封信的背景 发掘收信人和写信人之间的故事 此次也是央视第一次在台湾打出宣传广告 然而青绿媒体和台湾绿营人士却跳脚称 这是所谓的亲门踏户 那么我们相关的主管机关 已经通知这个脱播的这个广告业者呢 赶快这个取消 台湾方面陆委会称 依相关规定经许可输入的大陆物品 劳务服务或其他事项 在台从事广告活动 内容不得具有任何政治性宣传 其言外之意是又要给这则宣传片 扣上政治宣传的帽子 央视有关负责人对此回音表示 信中国谈的更多是人性 相信台湾民众看了也会喜欢 才想到在台湾投放广告 此前也有多次两岸交流活动 被绿营扼言污蔑为统战的例子 而近日新党青年因与大陆交往频繁 遭到台当局追杀的事件 也在岛内吵得沸沸扬扬 国台办于早前的新闻发布会上 曾指出两岸文化同根同源 近年来两岸的交流合作 在不断加强 不断取得一些可喜的成果 凡是有利于共同继承和弘扬 中华优秀文化的事情 我们都给予肯定和支持 下面休息一下 回来以后继续看新闻 特朗普威胁切断对巴勒斯坦援助 八方回呛 耶路撒冷不能用于交易 日本欲引进美军电子战机 企图拥有攻击敌方基地能力 欢迎回来 这里是志在为您进行直播的两岸新新闻 继于威胁切断对巴基斯坦的援助之后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又发布推文 威胁切断对巴勒斯坦的援助 理由是巴勒斯坦不再愿意 与以色列谈和平方案 巴勒斯坦对此回向美国 称耶路撒冷不能用于交易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发表推文称 美国每年给巴勒斯坦人数亿美元 却得不到八方的感激和尊重 巴勒斯坦人甚至不愿意 与以色列人进行和谈 要是巴勒斯坦人不愿进行和谈 那美国将来为什么还要向巴勒斯坦人 支付大笔的钱 对此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言人 纳比勒阿布鲁黛纳三号发表新闻公报说 耶路撒冷及其胜索不是用来出售的 无论是给黄金还是白银 鲁黛纳强调 和谈及真正的和平 应该建立在合法性基础上 他说如果美国重视中东地区的利益 他就应该遵守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的有关原则 否则他将把这一地区推向深渊 同一天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也发表新公报 称美国的威胁是政治敲诈 而对于美国的威胁 巴勒斯坦民众也反应强烈 近来巴美关系因耶路撒冷问题持续吃紧 特朗普去年12月6号宣布承认 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 并将启动美驻以使馆 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的工作 国际社会对此普遍表示反对 先是抨击巴基斯坦反恐不利 截至于是借伊朗国内游行发表干涉性的言论 然后再威胁停止向巴勒斯坦提供援助 2018年刚刚开启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一轮外交攻势立即展开 特朗普新年外交为何会连出三招呢 请盈月来为我们梳理一番 盈月 好的 张涛 过去一年 特朗普一步步地兑现了几个许诺 打美国优先牌 大搞退出政策等 但对特朗普来说 仍然有几桩难题 未能完成 分别就是反恐 伊朗核协议和巴以问题 而这些 正是特朗普在新一年外交当中 寻求突破的三个点 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巴以问题 专家认为 特朗普执意要捅耶路撒冷这个马蜂窝 一是为了讨好犹太利益集团 稳固选民的支持率 二是为了在中东战略当中 采取攻势 重塑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 2018年 美国将举行中期选举 讨好犹太利益集团 对于特朗普稳定执政地位 并且争取下届选举连任 是至关重要 因而特朗普不得不在 耶路撒冷的问题上 破釜沉舟 对此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常务副院长阮宗泽强调 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 作为美国犹太人庞大的游说集团 已经渗透到了美国政治 经济和安全等方方面面 那么面临中期选举的特朗普 需要犹太人的支持 我们知道 俄罗斯2015年 介入到了叙利亚战争之后 美国在中东的地位 就开始被边缘化 外交学院教授 外交评论执行主编 陈志瑞就认为 特朗普一改之前 奥巴马政府在中东战略的收缩 转而采取攻势 就是为了重塑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 那么如今 中东的旧格局已经被打破 新的格局还尚未形成 阿拉伯世界呈现了 分裂内乱的失衡状态 而美国 以色列和沙特之间 或将达成某种更加紧密的合作 多种的迹象都表明 特朗普要在中东政策之上 选择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思路 而美国媒体普遍认为 特朗普上台近一年来 其外交战略和政策 基本是成型 美国优先竞争思维 利益至上 最近却打起了这种武器的主意 根据日本媒体近日的报道说 日本政府正在寻求引进注入 美国EA-18G咆哮者 这类电子战飞机 以远程压制敌方防空和指挥系统 报道称 日本正在研究 准备采购的电子战飞机的具体型号 美国波音公司的 EA-18G咆哮者电子战机 在采购名单之列 该型战机不仅可以发射高强度无线电脉冲 干扰敌方雷达通信系统 还可携带反辐射导弹 执行硬摧毁作战任务 日本防卫省希望把这项采购计划 写入2018年底的中期防卫计划 于2019至2023财年间购买 日本政府宣称 日方仍将坚持专守防卫政策 否认采购电子战飞机是为强化本国的进攻性战力 日本防卫大臣小野斯武点辩称 日本仍将依靠美国盟友来打击敌方基地 凡是违反专守防卫政策的武器 都只是提前备份 防卫省一名官员称 装备电子战飞机的最终目的是保卫日本 对此专家分析指出 作为历史上第一架模拟击落F22猛禽的战斗机 咆哮者加盟自卫队不容小觑 从它的性能特点来看 未来可能有三大用途 首先是攻击周边国家的电子设施 其次是对抗中俄先进隐形战机 第三是承担对外打击突防任务 一旦日本航空自卫队装备了咆哮者电子战飞机 我相信它所针对的一定是强大对手 或者说一支强大的军 构成一定的干扰 那么大家都知道 现在我们中国已经划设了东海防空识别区 在东海防空识别区的范围内 我们中国空军以及海军航空兵 日本拥有了咆哮者 很可能会把这种电子战飞机 飞到东海防空识别区的范围内 为我们进行相关的捣乱 韩国前总统朴槿惠卷入亲信干政门案件之后 遭到检方的18项指控 目前干政门案件尚在胜利当中 而新年刚过朴槿惠又增添了两项新的罪名 据韩联社报道 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4号下午表示 朴槿惠应涉行违反特定犯罪 加重处罚法的受贿罪 国库损失及贪污等罪名 对其追加起诉 检方称 朴槿惠收受国家情报机关 36亿5000万韩元 约合2200万人民币贿赂 最顺时介入资金管理 分析称 检方认为朴槿惠滥用最高领导人的职权 以收取贿赂 犯罪性质非常恶劣 韩国媒体指出 检方对朴槿惠的量刑建议 朴槿惠政府滥用职权 强迫动员韩国各大企业 出资69亿韩元支持保守团体 媒体分析认为 如果相关犯罪嫌疑被查证属实 被收押在间的朴槿惠 恐将又添一新罪证 目前警方正在就朴槿惠 是否介入白名单事件进行调查 再把目光转向欧洲 埃利诺风暴三号席卷欧洲 法国阿尔兰在内的欧洲多国 从二号晚开始 受到埃利诺风暴的影响 三号埃利诺继续肆虐 在欧洲一些地区 风速高达每小时160公里 受埃利诺风暴影响 法国境内约20万户家庭 遭遇体验 由于天气恶劣 巴黎知名景点 阿菲尔铁塔暂时关闭 巴黎戴高乐机场 多驾航班延误 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大区的 所有列车暂时停运 此外 一名滑雪者在法国 阿尔贝斯山北部滑雪时 被风暴吹倒的大树砸中后身亡 法国全境还有15人 在风暴中受伤 其中4人伤势严重 在英国强风伴随暴雨和闪电席卷多地 由于风暴引发翻车事故 英国交通部门被迫关闭 三条高速干道部分路段 及数座大桥 风暴还导致英国西南部 康沃尔郡一处防空墙出现垮塌 引发海水漫灌 埃利诺还袭击 在瑞士博尔尼以南的度假圣地轮克镇 一列火车被强风吹翻并脱轨 事故造成数人受伤 德国也未能幸免 在科隆街头 安利诺风暴侵袭过后 路面一片狼藉 树木被连根拔起 多辆汽车受损 在德国奥伯斯多夫举行的 国际滑雪联合会 越野滑雪巡回赛第四战赛事 也被迫取消 以上就是今天的两天新新闻的 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 咱们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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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